这个是GPD-G1的第二皮子 用了一晚上感觉没啥问题 但是搭桥跟重量还是非常不错的 已经竖了膜 但是效果并没有提升 大概是这么高 重量的话是比这个轻一点 厚度也很薄的 立起来的话也是比较稳的 比较稳的 iv 照片 好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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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现在就是这么一大坨坨 硬盘硬盘硬盘显卡 线非常乱跟台式机那机箱后面一样 只不过笔记本带出去的话会轻很多 这个是三个硬盘的那个连接线 这个是笔记本的充电线 然后连上这个直接充电就行了 我要休眠的话就是会比较麻烦一点 现在我是打开了网页 休眠的话是需要先退出 先退出外置显卡 完全退出之后把显卡关掉 然后再休眠 不然的话它就直接重启了 重启之后你保存了什么东西都没有了 还要全部重新登陆重新打开 是挺麻烦的 从休眠中唤醒以后 还是需要再打开一次 打开一次外置显卡 然后它会自动连接 它会弹出 看 看 弹出这个 弹出这个东西 好 提示位置显卡一起用 这个是跑分啊 外屏 纯外屏 屏比内屏的跑分 温度的话基本上是CPU在80度70到80之间 GPU在70上下 温度还是很低的 因为它那个热风 我感觉它吹出来都不是热风 只是外壳有点热 因为风力非常大 看 下面是温度 跟频率 频率的话CPU在5G左右 GPU在2235 GPU在2000左右 2235那是显存 频率还是可以的 这是纯内屏 纯内屏的话分就低了很多 差不多是7000对9000 一样少了25% 然后频率也都不太一样 频率的话看 先看温度吧 温度的话是变成了GPU比CPU温度高 然后之前那个是 纯外屏的话是CPU比GPU温度高 这个的话它是两种损失 一个是带宽不足 需要有一个数据回传 还有就是核显的话 它没有那个独显之链 那还要再损失一部分 所以说双重损失 也是不太划算的 CPU的话一下子温度低了很多 变成了五六十度 四五十度 然后GPU的话还是70左右 但是频率的话也不太一样 CPU一下降频到4.3了 频率低了很多 它已经跑不出5G的频率了 在内屏的话 可能是要核显的话 它还要工作 需要跟它抢功耗之类的 这个是纯核显的 这个是纯核显的一个跑分2888 看一下频率和温度 温度的话它只记录CPU一个 大概也就是不到80度 帧数的话大概是10G20 然后频率的话 它就是CPU的话也是跟那个之前内屏一样 只有4.3G 但是GPU的话是2700Mbps是跑满的 就是核显的频率 版本都是9.3 驱动版本是一样的 这个是材质机上360ti的差距 这个就跟纯正的材质机差距就非常大了 是1294 看一下频率 温度的话就是非常典型的 那个台式机频率了 CPU基本上在四五十度 然后GPU的话是七八十度那样 我这个是比较盖的卡 大概是接近八十度 GPU频率也是1890 1904那样 然后CPU频率是4.5G 是360ti的 版本的话就是N卡的版本了 大概是几月几月份的呀 几月份的 六月份的 六月八号的 再看就是一个比较古老的了 很久以前的一个跑分的 这个是6700XT 是13427 版本的话大概是二月份 或者是一月份的 但是CPU只能跑到四G 然后GPU频率的话 大概是2.5 2.6的那样 其实如果是不追究什么新 不追究什么小的话 还是买一个显卡屋 然后配一个显卡 这样的话 其实价钱的话 会比那个便宜一点 但是没有这么极致的体积和重量 也没有这么方便的去用 而且兼容性也不错 目前没有蓝屏啊什么的 其实如果没有长时间出门需求的话 其实还是买一个风鸟的 那个是比较划算的 你要两天左右 买个6700XT或者7600M 不带M 7600 然后再买个那个带单化甲电源的 那个风鸟 或者是不带单化甲电源的 那个不带单化甲电源 还能再便宜个300左右 那个其实在家用的话 其实就已经够了 重量的话 虽然比它重了一倍多吧 但是在家用也不带出去 那个其实也挺好 这个时候是经常需要带出去的话 还是这个会轻很多 省事很多 而且它体积的话 体积的话 它大概只有那个三分之一左右 重量的话是一半左右 还有就是 还有就是它那个 兼容性问题的话 其实风鸟的那个 一开始买了一个 招30Ti的话 跟7840H不兼容 然后就是一打驱动就蓝屏 然后就是风鸟那个退了 然后显卡卖了 然后那个那笔钱加起来的话 正好差不多 就买了一个这玩意儿 感觉还行 反正是我当时买的是一个多月以前订的 很久以前了 一个多月了 订的是 一个多月以前订的是 还是3899 但是现在已经 现货已经涨到4000多了 4000多就有一点 不太划算了 因为那个4000多的话 你可以买一个 6800XT 然后再买一个那个扩染物 现在的话我比这个好很多 那起码它内屏的话 起码跟它外屏差不多了吧 我估计 现在换了一台录像设备啊 现在开了一个比较有负载的东西 真说的话还行 其实噪音的话 其实跟游戏本是差不多的 现在我在讲话 它是70 80的跳 一会儿我把音响关掉 音响已经关掉 然后点鼠标的话 大概是这样 点鼠标的话 它会碰到50左右 然后讲话的话是80左右 现在是等一下是 只听一下它的声音的话 就可以看到 它其实只有40多50多 跟游戏本差不多的 因为放到比较远 它声音衰减是非常快的 好 现在我开始往那边靠近的话 靠近的话它是 它音量上涨是非常快的 你可以看一下 衰减也很快 但是越靠近的话 音量是越大的 看它其实贴着出风口的话 它就直接干到快80了 跟人讲话一样 但稍微远一点的话 它立马就下来了 其实影响也不大 在这些声音的时候 就开始用了 接着 停